故事是小时候听来的 说的是我们村的事 说是村里有个叫彭宇的 跟老李家的姑娘好上了 但是彭宇家条件不是太好 而老李家又是势利益 所以一直反对他俩交往 彭宇不死心 就带着礼品去了老李家 结果李老直接就把话挑明了 不同意 家里就那么一个姑娘 不想让她以后遭罪 母亲就说要不先出处 一下子就分开他俩 怕姑娘一时会想不开 可李老就指望这个姑娘 嫁个有钱的主 好跟着享福呢 说啥也不同意 结果是不欢而散 等到了晚上 两个人又从家里偷跑了出来 家里越是有人 不让他们见面 他们就越想见对方 躲到了没人的地方 抱在一块哭 男的说 我是非你不娶 女的说 我是非你不嫁 最后想不到别的出路 干脆一块殉情得了 彭宇早就准备好了一瓶农药 两人在地上铺了些甘草 每人喝了半瓶下去 就躺在那儿不动呢 说来也是巧 有晚上出去串门的正好路过 一看俩人那样 就猜到咋回事了 当时彭宇还有气 送了医院 而那女的已经死了 彭宇在医院抢救回来 每天都有人看着 怕她又想不开 过了有那么几天吧 在外面看着她的舅舅 就听见屋里有两人说话 她舅舅把门拉开一条缝 往里瞅 是彭宇在对着镜子 自言自言 说着说着 就拿起剪刀 往脖子上扎 她舅舅一个剑步冲过去 握住了她拿剪刀的手 她舅舅回忆说 当时彭宇力气极大 说话声音不男不女的 而且她的两个眼睛都是黑的 家里怕她在干傻事 就把她绑在屋里 每天轮流给她送饭 那天她妈去送饭 推门一看 绳子散落在炕上 窗户也是开着的 彭宇应该是挣脱绳子 跳后墙跑了 她妈妈忙招呼人一块出去找 一路往山上找 找到山根的时候 她妈在石头后头 看到了她的脚 彭宇趴在那儿 一动不动 石头底下积了一些水 有脚脖子那么深 彭宇的脸埋在水里 等把她翻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淹死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呛了水 她的两个眼珠都是黑色的 后来两家人 把男的埋在了村东头 把女的埋在了村西头 到死 两人也没能在一起 因为两家都怨对方 害死了自家孩子 他在家里面 终于是 我看你最后的 我看你最后的 我们下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